哈喽,今天我们要来重点看上Semara春夏系列的Skin Care Product 一起来看看今天入围的有谁呢? 首先,先来讲这个Fresh的护唇膏 这是他们家新推出的薄荷口味 成分就是以薄荷为主 然后它可以作为Sleeping Mask 或这个唇部的 然后它可以晚上在你睡觉前后涂一层 然后早上起来你就可以拥有水润的唇肌啦 然后因为它是有薄荷成分 所以涂抹在唇淡上的时候 会有阵阵的清凉感 然后前阵子不是很流行那种封唇感吗? 然后涂了后你也可以就是已经叫做肚唇的感觉 另外,现在找这个Echo Mastic 然后它这次新推出的是这个Eye Cream 然后这个Eye Cream呢 它可以就是为你的眼周皮肤补充水分 然后可以改善你的暗淡问题 还有就是眼缓劳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霜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会因为麻烦而省略了眼周保养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然后接下来 这个奥法 这个奥法 奥利维他命 supergrip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可以 它有防晒的功效 然后它里面含有维他命 A B C E 然后它可以就是让你的肌肤感觉到更加的柔滑还有提亮 那这个只可以在白天使用哦 因为它有防晒 所以建议大家要记得使用防晒长领后 可不要记得卸妆哦 要不然啊 我们会阻塞 接下来是这个Done The Grap 其实我还蛮想Done The Grap 还有7种维他命在里面 然后它可以有高效的抗氧化 还有补充水分 还有抗炎抗菌的功效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万能哦 然后它还可以就是 帮你在上底妆前先讲证你的肤色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上底妆 也OK 就是让你可以美美的就快速出门 好 接下来是这个Glam Glow 这一个 它其实是那个Done 可是不要看它为什么是黑色的 因为它里面用的成分是那个火性炭 它用火性炭作为主要成分 所以它的那个油分都是黑色的 然后它可以有效的抗油 对 如果你是大油甜的话 那你就很需要它 它可以帮你看油 还有就是改善你的毛红问题 还有就是啊 让你的舒服水有平衡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 就是Oil 它会用到那个眼不舒服啊 会很流利 其实不会 反而它会更容易的让肌肉去吸收 会那个效果会更好哦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勇敢的去尝试 就是Oil 然后这个 Saturday's Inn 很多人那个呢 它的名字很可爱 Saturday's Inn 是星期六才可以用的护肤品啊 其实就 就只是 名字可爱 然后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面膜里面 竟然还会附中几个小云朵的小sticker 很可爱耶 其实这个MASTER 就是可以就是一样啊 就是帮你保湿肌肤 还有就是让你的肌肤变得更爽 更啊 提亮 然后让你啊 整天都会有好的心情 还有好的肌肤 好 这个CORA Organic 它其实就是那个MIMO Mirada Curve 所啊 创造的那个肌肤品牌 然后这一个是他们家的Sleeping Mask 主要是可以帮你抵挡 就是修复外界给你肌肤带来的伤害 还可以就是啊 帮你的肌肤注入满满的养分 还有活力能量 让你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拥有漂亮还有啊 水润的肌啦 好 这一个This World 它是Power Mask 维他命C Power Mask 主要呢 它里面是含有维他命C的成分 还有那个Jojoba Oil 然后维他命C呢 可以帮你抑制脸部的黑色素问题 所以它可以帮你达到体量辐射的功效 还有Jojoba呢 其实是啊 提供肌肤滋润和水润的功效 所以 其实这个主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可能 你昨晚熬夜啊 还是怎么样 肌肤可能看起来 就会稍微的 调缀或者是暗淡 所以你在出门前先使用这个 Power Mask Vitamin C Power Mask 它可以帮你 提亮你的肤色 还有就是 改善你的 眷肤问题 再来是这个 Supergove的防晒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 它的防晒 我真是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这其实有性肌肤 所以它的这个防晒 产品呢 通常都是可以 就是让你一整天都维持 清爽感 还有就是 雾面的感觉 不会让你 到了下午就整个大油条 会怎样的意会 然后这个呢 它新推出的防晒 有保湿的功效哦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在 防晒的同时 然后提供肌肤 所需的水分 送这个 对 彦姐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另外这个 就是 First Eye Beauty 它 推出了 primer 其实它是一个 还蛮有名的护肤品牌 我们这次推出了 买primer 就是妆前乳 然后它这个呢 就是让你在 身体中间使用的 然后可以让你的 整天的妆感都非常的服贴 还有就是呈现出好它的 雾面感 然后如果 对 如果你不是很喜欢 太亮的妆感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 先为你的 妆前大力 那就会非常的好看 还有 呈现出清爽感 然后以上就是 面级所推荐的 Sephora春夏系列 Skin Care Product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重点开箱 Sephora春夏系列的 天不天火大 天不天火大 是 又是